看到的时候我的心挖凉挖凉的 就是我的车就是相当一个被解剖的一个状态 把发动机给掉下来了 猜我的发动机是不是事先要给我打电话说一声 女企业家花120万现金喜提豪华大本 结果在一个月后 女企业家给爱车贴模式却遭遇大拆发动机 车主当场愤怒 4S店却表示这是正常流程 还介绍说这都是为客户好 在云南昆明 侯女士花重金购置了一辆100多万的本池 但是把车子放到店里贴模的时候 侯女士意外地发现 相关的汽车4S店居然把自己的汽车发动机给拆卸下来 眼看自己新买的爱车 被人如此匪夷所思的损坏 侯女士自然气不过 于是侯女士问汽车4S店这是什么情况 但是相关方面的回答让侯女士气不打一处来 汽车贴模店振振有词地表示 自己实在免费给侯女士的汽车做保养 事情的由来是在相关的奔驰4S店 因为一个月之前 侯女士在购买了一辆大奔后 意外地有个私事要马上处理 于是在得到4S机与承诺后 以后也可以来店享受免费的贴模情况下 侯女士把车开走了 在一个月之外 趁着刚好自己有空 侯女士又把汽车开到了店里面 准备给新车来个全面检查 和穿一件漂亮的外衣 毕竟价值100多万的好车 没有一件像样的行头如何拿得出手 再就是经过一个月的磨合 侯女士总觉得自己的爱车时长有些小问题 侯女士觉得自己终于能把膜给贴上了 另外根据这段时间的汽车使用和体验情况 侯女士觉得自己的新车 在方向盘打死的情况下 会产生一定的声音 于是侯女士也要求4S帮忙检查一下 方向盘到底是什么情况 因为侯女士考虑到 这毕竟是正规的4S店 自己的车也是这里买的 于是想都没想 侯女士直接把汽车放到了4S店里 但是自己做梦也没想到 自己原本觉得无比专业的4S店 居然把自己的爱车给修坏了 而且在索赔的过程中 自己也是遭到百般刁难 把汽车放到店里面后 侯女士放心地离开了 但是很快 侯女士就觉得不对劲 因为大家都知道 汽车贴膜是一件比较小的工序 无论什么车 都可以很快地完成 但是侯女士的汽车贴个膜 居然贴了几天 并且4S还依旧没有通知侯女士提车 于是 侯女士也不等4S通知自己前驱提车 做出决定 自己来到了店里 原本 侯女士只是先来看看 自己的车贴膜贴的怎么样了 但是在来到了4S店里面 侯女士面对自己的汽车 大致一惊 停放在贴膜车间里面的车 已经是面目全非 只见自己的汽车引擎盖被打开了 连发动机都被汽车垫给拆卸了下来 侯女士表示十分的不解 自己只是贴个膜 怎么连汽车都面目全非了 侯女士找到了店里面的主要负责人 要求给自己一个说法 而面对侯女士的质疑 4S店却显得阵阵有词 他们表示 在贴膜的过程里面 相关的维修人员发现 侯女士的汽车有点漏油 于是才打开引擎盖 并且拆下发动机 但是侯女士面对店家的解释 显然不认可 因为侯女士觉得 自己的车并没有什么问题 所谓的漏油在自己使用的过程中 并没有发现 这只是店家的说法罢了 并且 侯女士觉得 哪怕要维修 在需要拆发动机这么重大的事项上面 店家居然没有和自己商量 然后自作主张 但是店家对此却表示 侯女士已经把车子的处置权交给他们了 理由是 在贴膜的情况下 侯女士顺带把汽车的钥匙都交给4S保管 这就相当默认为侯女士把汽车 接下来的管理权给了汽车店 而面对如此毫无逻辑的解释 侯女士感到不认可 并且侯女士表示 按照这种逻辑下去 自己的车能被4S大卸8块 自己只是贴个膜和检查下方向盘 方向盘的制动又不是发动机操控的 于是侯女士表示 4S店完全是违背自己的意愿做出的行为 自己的新车买来不久 就遭到这样的拆卸 自己的权益肯定是极大受损的 店家应该退钱或者进行汽车的更换 对此 也有理解侯女士的人表示 4S相关的做法的确是十分欠妥和 自作主张的 100多万的汽车 在车主什么都不知道的情况下 居然把发动机如此重要的零件给拆下来 应该需要负责到底 也有人认为 固然店家的做法是错误的 但是只要把发动机装回去就可以了 侯女士要求换车退钱的做法 显然也是上纲上线 那么从法律的层面来说 侯女士的做法是不是有理可循呢 首先从购买行为来看 侯女士是一个实实在在的消费者 法律规定购买和使用商品 接受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支持 其次 相关规定明确表示 消费者享有商品的选择权和相关的知情权 有权利获得相关商品服务的情况 而在没有任何通知的情况下 店家居然拆到了发动机 这是对于知情权和选择权的破坏 另外 经营者在破坏了拥有者的财务情况下 应该负责补足和赔偿以及维修 而侯女士的汽车 在贴膜的情况下被拆掉发动机 造成了自己汽车的损伤 自然也有要求让店家承担明示责任的权利 更换也在其中的范围之内 于是结合相关的情况 侯女士是有权利向店家提出更换一辆车子的诉求的 但是在双方的交涉和侯女士提出理赔的情况下 店家并不能在法律法规规定的前提下 合法合理的诉求 处理相关的问题 而作为汽车的拥有者 侯女士有权利在店家不承担相关的责任情况下 拿出法律的途径依法为权 解决自己所遭遇的问题 那你觉得侯女士是不是有权利 向4S店提出换车和退钱呢